在上期故事中我们说到 赢得了世界中量级冠军的班瓦 不但带着冠军腰带衣锦还乡 还在自己的主场将Shan Michael以及大锤子 再一次彻底的计划 为乡亲父老们献上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表演 随后再面对大红杀人机器Kin的挑战 班瓦依旧毫不畏惧地以这大坏头对抗到底 要知道这时没有戴上面具的Kin 可说是极度的疯癫 别说是一对一的比赛 即使是EVOLUTION四人 都会被Kin吓得屁滚尿流 但为了保持着好不容易才赢得的冠军龙翼 班瓦还是靠着自己不屈不挠的精神 将这疯狂的Kin打败 换卫了世界中量级冠军龙翼的头衔 而就在这时与Shan Michael闹得非常不愉快的大锤子 却又再次对班瓦腰间上的冠军腰带打起了主意 于是很快便在埃里克的帮助下 大锤子再次获得了挑战龙翼的资格 你好 欢迎来到利眼睛频道 今天利眼睛将为大家带来 传奇选手克里斯班瓦的故事第九篇 在影片开始之前记得订阅和点击小铃铛 你的支持将是眼睛兄的动力 在结束了以Shan Michael的铁龙战之后 伤痕累累的大锤子很快便找上了埃里克 要求能以班瓦再来一场冠军荣誉争夺战 除此之外 为了让自己的迎面更大 狡猾的大锤子还使出了各种计谋 试图让埃里克那疯疯癫癫的子儿U进 以班瓦产生仇恨 想借此让U进加入自己的团队 并在比赛中帮助自己打败班瓦 就在接下来的复仇主赛场 班瓦再次以大锤子展开了对决 而就在班瓦将大锤打得几乎无力反抗的时候 大锤子选择撞倒了主裁判 并将U进召唤到了现场 充当起了自己的小帮手 然后在让班瓦享受了一招罗伯之后 大锤子使出了大招Petigree 但由于被撞伤后的主裁判还未苏醒 等到U进将裁判送到台上时 却早已为时已晚 这时的班瓦已经复苏了过来 于是大锤子便准备使用铁蚁的力量 想让班瓦屈服 但就在自己即将动手的那一刻 U进却阻止了这不正当的行为 为此还吃下了大锤子的一拳 随后轮到班瓦也想借用铁蚁击倒对手的当儿 同样的还是遭到了U进的阻止 而就在两人为了一张铁蚁纠缠不清的时候 一个不小心U进手中的铁蚁击中了身后的大锤子 这时一旁的班瓦则立刻抓紧机会 将对手卷取完成了独秒 就这样在U进的助攻下 班瓦再次将大锤打败 艰辛的捍卫了世界重量级冠军荣誉 在复仇赛事结束后的第二晚 派大锤子输掉比赛的U进 主动送羊入府口找上了Evolution 并向大锤子表示了歉意 而披着羊皮的大锤子也表现得异常大方 接受了U进的道歉 还以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这道理 反过来安慰回了U进 随后艾里克也为U进与班瓦安排了一场比赛 好让U进得到将功赎罪的机会 而两人在比赛过程中 U进在成功将班瓦爆摔之后 尝试压制了对手 而就在主裁判还未完成独秒时 班瓦的脚却已经放到了擂台围身上 但不懂规则的U进却认为自己已经获得了胜利 还高兴的像个小孩般 拿起了冠军腰带落场庆祝 而就在这时Evolution一行人也来到了现场 但就在大家以为Evolution是来帮助U进的时候 Evolution却向班瓦与U进动起了手 更过分的是大锤子蓝迪与野兽 还轮流为不懂事的U进 献上了自己的爵士大招 把可怜的U进打得满头番茄酱 在教训了U进之后 对冠军容易还是念念不忘的大锤子 又再次向班瓦发出了挑战 在接下来的弱比赛上 以金刚狼进行一场60分钟的铁人赛 在这里眼镜胸就觉得大锤子与艾里克实在是仗势欺人 这样输了又再打 打了又还是输 然后就一直不停的重赛 倒不如直接颁发一座冠军奖座 让大锤子永久保留就算了吧 好没办法 谁叫你们来WWE只懂得打摔跤 人家懂得娶老婆 于是在强拳之下 班瓦再次与大锤子进行了对决 就在比赛开始后的10分钟 班瓦在一招Crossway所记之后 成功压制了大锤子拿下了第一分 随后就在大锤子享受了 班瓦使出的三连德式后番衰 但却成功闪避了警戒而来的头锤大招 并以PairDigree作为了回径 将班瓦屈服 大锤子扳回了一分 接着还把班瓦打下了擂台 让其无法准时回到场上 再下一层拿下了第二分 随后反超对手的大锤子则越战越勇 在经过了多个强而有力的招式后 大锤子再次成功压制了班瓦 拉开了与对手的距离 拿下了第三分 而就在大家都以为 这回比赛将会毫无悬念 由大锤子获胜的时候 顽强的班瓦 却依靠着自己的Crossway 以及Shape Shooter两大锁记 把大锤锁得痛不欲生 拍板囚牢 将比赛带回到了原点 3比3 接着就在比赛还剩下不到10分钟的时候 Evolution终于按耐不住 自己怕输的心情来到了现场 并在将主裁判弄运后 肆意的向班瓦进行了攻击 而埃里克更在大锤子 以铁蚁砸向了班瓦后 迅速的派出了第二裁判 为比赛进行执法 但顽强的班瓦 依旧不愿屈服 反抗的过来 随后就在Evolution不顾一切的 捏打着班瓦的时候 幽静出现了 一登上擂台 便立刻以大招断头台和巨石炸弹 将白毛以大锤狠狠教训一番 而Bartista更享受了幽静的一脚 Dock Kid 当然也少不了埃里克的份 最后帮人帮到底的幽静 便在使用了铁蚁击倒大锤子之后 便送佛送到西 将主裁判送回到了台上 为班瓦完成的毒秒 赢下了比赛的胜利 就这样 在幽静的鼎力相助之下 班瓦再一次赢下了以大锤子的比赛 换卫了世界重量级冠军荣誉 而就在班瓦打败了大锤子的当儿 另一边的兰迪则在一场20人皇家大战中 赢下了最后的胜利 得到了挑战冠军荣誉的机会 于是不在鲁秀未干的兰迪 便开始了与班瓦之间的斗争 更在一场6人比赛中 趁着班瓦以索迹Shap Shooter 试图屈服白毛的时候 使出了大招RKO将对手秒杀 向观众们证明了自己强大的实力 很快的来到了2004年SummerSlam主赛场 来自EVOLUTION的兰迪 这回取代了大锤子的位置 准备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以班瓦一绝高下 随后就在班瓦向兰迪与观众们 展示了那金光闪闪的冠军腰带之后 两人便正式展开了对决 互相以各种索迹以招式向对手进行试探 在经过了轮番的对抗之后 场上的两人可说是打得难分高下 而年轻力装的兰迪 正在享用了前辈给出的双份三连得势后翻摔之后 竟在班瓦准备以头锤一叶而下 扑向自己的那一刻 兰迪轻轻举取了脚 便让班瓦为自己的招式付出了惨痛代价 然后兰迪本想借此压制班瓦 让主裁判进行读秒 可没想到却被班瓦及时的反击 以Cosplay手机回尽了自己 在经过了一番挣扎之后 兰迪却没向大步或大锤子那般选择放弃 而是在做出了一个翻身的动作后 兰迪成功摆脱了班瓦这可怕的招式 并在班瓦还没回过神时 迅速送出了一招RKO 接着便压制了对手完成了毒秒 就这样 24岁的兰迪靠着自己的努力 在没有Evolution的干预下 打败了班瓦 成为了WWE史上最年轻的世界冠军 而比赛结束后 身为前辈的班瓦也放下了彼此的恩怨 向对手兰迪献上了祝福 对于这场比赛 班瓦可说是输得心服口服 在打完了SummerSlam比赛后的第二晚 按照惯例班瓦与兰迪再次进行了一场重赛 而就在主裁判还没来得及宣布比赛开始的时候 迫不及待的班瓦便迅速的向对手展示了自己超强的战斗力 将兰迪打得措手不及 并在被对手抛下擂台后 又立刻重返到了台上继续向兰迪进行攻击 以多个精彩的招式将兰迪打得无力还手 但在经过了一番努力之后 无论班瓦使出多么凶狠的招式 年轻的冠军始终不愿屈服于班瓦的压制 兰迪开始向班瓦做出了反击 但同样的身经百战的班瓦也不愿轻易的就败下阵来 随后就在自己闪避了对手的一次飞铺之后 班瓦成功使出了头锤大招 并在完成了三连得势后犯帅后 以Cosplay锁器将兰迪锁得痛不一声 而这回无论兰迪如何的尝试 都始终无法摆脱班瓦的纠缠 但就在准备放弃比赛派版认输的那一刻 大锤子与白毛干预了比赛 这也让小弟兰迪找到了机会 以一招RKO终结的班瓦 成功捍卫了世界中央级冠军荣誉 但你以为狡猾的大锤子 真的是心甘情愿为兰迪披上加一吗 那你就错了 就在兰迪放下戒心 以Evolution庆祝着比赛胜利的时候 Bartista的一个落地 让兰迪的美梦彻底破灭 随后众人便向兰迪进行了轮番的教训 而大锤子则向兰迪表示 没有Evolution和我大锤子的帮助 你兰迪什么都不是 在失去了世界重量级冠军之后 班瓦和Evolution的斗争 是否会就此结束 而被Evolution出卖的兰迪 又是否会联合起班瓦 向大锤子做出报复 一眼睛会在接下来的影片中 为大家一一到来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对传奇选手 克里斯班瓦的故事有所了解 欢迎留言与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